所以在这个临旧路上 你会回忆起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你所经历的 只是你意识一万而已 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把它叫做路边的封关 大家听得懂吗 这个不是你的目标 但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它有层次性 这个层次性会把很多东西封闭掉一万掉 但是在我们意识扩展的过程中它会进来 会进来 就会变成你这次生命中的一部分 但这个东西如果不明白的人就不懂了 比如说我连今天情况 它一辈子连手脚都不协调 就是平时走路手脚都不协调 然后 有点宽啊 反正就是 就是筋骨很硬 手脚都不协调 什么都不会的 然后呢 就有一天就会跳舞了 而且这个舞蹈呢 就是它 没有老师教 它也没想过动作是什么 就是放空就出来了 所以每次都会演音乐重复 也不能教人 因为它不知道它要跳什么 所以音乐响起 我的天赋是什么 我的天赋是开启后才能说话 每个人不一样 他试试可以让大家对比一下 什么是协调和不协调 这是打击报复吗 音乐想起 你这个衣服能跳吗 太能跳了 不用准备 真小一点 上来 上啊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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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模仿 我赴头 千家人都泛黄 月前日 床上 未悦离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留步一人 谁是憔悴 我 把眼睛相悲 卷主也许没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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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一天 特别是昨天晚上来的 昨天晚上我不是给大家分享了 陈老爷子的一些事 陈老爷子的事 大家的一个体悟就是发现 从他的那个目光看世界 跟我们用肉眼看到是会一样的 他看到的呢 不是像的世界 他看到的是一个波动的世界 那么很有趣的是 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是听过刘峰的一些课程 也在讲同样的事情 他有个基本的一个 好 有几点 先讲点基本的东西 就是昨天晚上 昨晚上没听到分享的举下手 我看一下多少人 哦 那还是不少人 那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 我故事我就不讲了 我直接讲结论部分 大家大概听一下就知道了啊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所有的下 下就是我们肉眼能分别的 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助波效应 什么叫助波效应呢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 今天你们可以换一个地方 稍等一下 好 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 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万物都是波 那这个波跟像到底什么关系 通常会有一种错误的假设 就是认为这个世界 有一阴一阳 两个组成 阴的是在波动的 阳是它 我们叫做显化的 对不对 我们说是这个心想事成也好 或者意念也好 它都是炼 炼它都是波 然后这个波到显化 它有一个 我们就是通常我们 我们的理解上就是这个一定有一个分界线 一个分水岭 这个分水岭呢 以上呢 我们把它叫做波动世界 或者把它叫做意识世界 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它本身就是一种波波动 那么所谓显化呢 就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崩了一下变成一个像出现了 打到屏幕上了 这个是传统的理解方式 听得懂吗 这个方式它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想象出来的 真实情况下 我们此刻就在波动世界里面 此刻就在波动世界里面 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 先讲一个简单的助波 助波呢 就是说这个宇宙啊 它最初产生的时候 它是无名一恋 无名一恋其实就是一个波 它这个 从刘峰的理论上说呢 最早的这个波呢 它把它叫做减习振动 一种叫做振旋波 最简单的波 但它只要是波 它里面就一定含有信息 就是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电视 声音机 一切 它其实都是波 哪怕在电影上看到 一个投影机看到的东西 它也是波 因为它是那个地方 打出来的光波嘛 对不对 它都是波 那这个波它怎么呈现呢 它叫助波效应 助波效应的意思就是说 当有两个波 它的这个位移相等 频率相等 正幅相等 就完全一样 朝两个相反的方向 碰在这个 叠加在一起 而且这个波在持续传播的过程中 它就会形成一个助波 也就是这两个波它相抵消的地方 我们就看上去 接下来它的能量 英文叫cancel out 就是它就抵消了 你看了就没有 而两个叠加的地方 它就会凸显出来 如果这两个波是持续不断的 它叠加的地方 就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凸显 但这个稳定的凸显 它并不稳定 它仍然是很无常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观察 就是人的这种 我们采用的观察方式 它是叫频率取样 什么叫取样 一个比方就好比说 如果我每分钟进这个屋子来检查 谁在不在这个屋子 如果我的频率是一分钟进来一次 你说这个准确吗 不准确 因为这个人可以出去三个厕所 很快回来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以为它一直都在 所以我们对这个物质世界的检测 就是用这种 叫做频率取样方式 这个东西 耶稣在奇迹课程原稿里面 它是专门指出的 它说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误把 consistency 当作 validity consistency 意思就是一致 一致就是 我每分钟看一次你的在 你是一致的 对不对 validity 是什么 真实性 有效性 它是一致 我们误把这个当作恒常性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能看电影 因为它这个画面 一秒钟只在屏幕上出现30次 而每一次出现时间有多短呢 就是关的那么短 所以可以说 真实情况 电影 我们看一部电影 它的屏幕上真实情况 这个屏幕上 99%的时间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它真是这样 我们把一部电影画面 它这画面屏幕上有东西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加起来啊 可能才几秒钟 甚至更短 因为它就是关到那个地方 点一下 没了 但是人呢 有一个过去心 过去心就是这个关 把它闪烁一下 它其实就没了 就它只要0.1秒在屏幕上闪一下 被我们捕捉到了 我们心里面就有个概念 这个概念 我把它叫做残影 残留的残影子的影 把它叫残影 这个残影呢 就是会形成一个过去心 就是我觉得它还在 但这个残影呢 它维持时间不长 一个东西你觉得 比如说你眼前一个虚幻 一个环影刷了一下过了 你会觉得好像有个东西 对不对 如果你仔细一看 它没了 你会给自己一个判断什么 它不存在 对不对 如果你仔细一看 它还在 再看它还在 那个残影只要不断重复 人就会有种错觉 觉得这个东西一直都在 这个比喻呢 其实还不是我说的 《圆觉经》里面 佛陀已经说过了 就是人在虚空中 什么都没有在虚空中 他头换了一下 反复看到了一个 虚空中看到了一个华影 就是一个 是是而非的一个东西 如果这个时候 他在定神看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他也跟着动 也跟着试图摆动去看 这个话 这个东西就形成一个频率效应 这个它感觉就像 反而不是一个存在 所以这个铸波 刚才讲到这个铸波 铸波就是说 当两个波 就是频率相等 完全相同两个波 相反方向 碰在一起的时候 它才能铸波的时候 这个铸波其实一起来 就马上就塌些 就没有了 但因为它频率足够快 我们的作为观察者来说 它一直铸在那个地方 就是一直挺的 它没有落下来 这个铸波效应 如果大家再理解不了的话 再想画面 稍微粗糙一点 但接近 大家想像那个长江的水 从上游一直往下游 一直是这么一波一波的流 对不对 长江后浪推前浪 现在假设 从下游来的一个波 这个波跟上游那个波 出现的频率相当 这一模一样的两个波 但两个波交汇的地方 你会反复看到 有一个烂花凸起 对不对 如果这个波持续不断 这个烂花 是不是一直挺在那个地方 你会不会觉得 水里面鼓起来的东西 它不动 但它其实一直 它随时就塌下去了 它是频率 让它反复觉得撑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像 它其实就是当波 发生铸波效应的时候 这个波只要 一直在铸的 它就反复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存在 所以这种所谓的存在 是很牵强的 它离不开采样频率 采样频率 就是你多快 你有什么频率去检验它 所以这个就出现一个情况 比如这个世界怎么产生的 我们说世界 每一个世界有它的频率 大家听过这个话吧 什么叫频率 频率就是它的助波频率 比如说这个物质世界的助波频率 打个比方 它是一秒钟一万次 那对于人来说它是存在吗 那绝对存在 对不对 但对于另一种众生 如果它的这个观察频率跟人不一样 它用的眼睛不是人眼 人眼的话 一秒三十次就当真了 它的眼睛是一秒钟一万次才当真 一秒钟一千次 对于它来说是有破绽的 它认为这个不稳定 这个不是世界 那么对于这样的生命形式 或者说我们把它叫做 心灵的采样频率的话 物质世界就是虚幻的 它就需要一个震动频率更高的世界 对于它来说 那个才是相对稳定 是它的世界 所以我们所谓的往生到哪个世界 把哪个世界当真 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频率 大家听听懂了吗 好 那么我昨晚上花了两个小时 分享的那位长春的陈老爷子 他是十八岁的时候身体被炸废了 然后炸废以后 那次爆炸以后 就是当场三个人死了两个人 他幸存下来以后 他的频率就变了 他就不再 就是他肉眼后来也恢复了 但是那个在他躺在床上 那么几个月的时候 他的另一个频率开启了 就是我们到家经常说的那个神 有点像原生出鞘的那个 那个的频率肯定比肉身频率不一样 密度都不一样 如果那个原生出鞘的那个频率跟肉身一样 那随意灵魂一出鞘 我们都看到了 那满世界都是鬼了 对不对 他不一样 所以在那个频率下 他再看物质 他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竟然是波 大家听懂了吗 他看到万物都是活的 是波 所以对于陈老爷子来说 这个板凳存在在什么地方 他自己说比如说 我在这个房间有个板凳 我就发个照片 说陈老爷子 你看我照了个照片发给他 那这个照片是不是有这个板凳的全新信息 也就是波 他透过那个照片 或者是我给他说句话 他就能找到这个板凳在具体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 只要告诉他一个人 一链里面想到这个人 或者名字提到这个人 或者照片看到任何形式 他都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不管去哪 他都知道这个人的情况 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 一链就到 为什么用你的波在 你的助波可以移动 大家明白吗 比如说两个水碟 那个刚才想象两个烂 它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助波在这 我们人认为助波在的地方 就是这个食物在的地方 其实它的波是从上游 中游 下游一直都有 对不对 所以对于看频率的人来说 这个东西在哪 无所不在 听懂吗 无所不在 它波是在 所以这个就是在刘峰的理论中 他也说了一点 但这个我在上次 这个是一个巧合 我在北京工作室 把它说的一模一样的 这个视频也会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万物都是波 而波的特性是无所不在 那空间中任何一个指点 我就这个地方点一个点 你说它有没有包含整个宇宙 包含了 而这个波大家不要想成平面传播 它是像球面一样的 就像这个屋子你点个蜡烛 蜡烛一亮 屋子就亮 对不对 所以屋子无处都有这个 每个地方都有这个蜡烛 那么昨天那个故事中 大家还听到一段 就是当陈老爷子 他从医院里面出来的时候 就是他的火 他的意识出来的时候 他不是打开一个桶吗 记得吗 打开那个桶 他看到那个是个油桶 对不对 他打开那个油桶 他看到油桶里面全部是他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奇怪的 他看的是一桶油 但他看到的那个油是 是油吗 是油做的他 就是黑色的那个油 还是油的形状 还是液体 但液体里面全是他 每一滴油都是他 一大滴一小滴 那种全息图像 他无法描绘 一桶油是个他 滴一滴是他 一滴分一半还是他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助波效应 昨天我说到了 宇宙最初产生那个波 我们把它叫做正旋波 然后呢 在刘峰的理论中呢 我们现在世界上 所有的波 都是那个正旋波的各种叠加 这个在数学上 信号学上 学过信号学的就知道了 我刚好大学学过信号学 刘峰大学是 他是那个北大学那个观学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再复杂的波 都能把它提炼出正旋波 所以宇宙所有的波都是由正旋波组成 正旋波是宇宙最基本的波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 宇宙所有的声音 都由那个嗡那个声音组组成 它是那个的变化 这个是波 那么 这个 所以这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呢 已经 宇宙中已经充满了所有的二元可能性 那个正旋波就是一个二元概念 那个波你把它的信息提炼出来 就是说我能独立吗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宇宙中已经充满了所有的波 但这些波它成不了线 它需要另一个波 跟它去产生助波效应 另一个波是什么波呢 就是我们的观察 所以在这个理论中 就是陈老爷子看到那一桶的 那个油里面有它 是因为谁在看 它在看 所以已经有它的波在里面了 而那个东西又是什么样子 油的样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 我们看到了万物 就是这个观察本身 就是你直接参与了 没有你的看 没有你的知道 没有你的意识 它不可能成像 它缺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说呢 就有两个一切的像 就是目前为止 我说的这个 只能说我说目前这个阶段 在我所有获得的信息 包括跟刘峰 跟陈老爷子 还有大量的这些视频 量子力学的研究 我目前为止 能得出的一个粗糙的理论 就是万事万物的成像 需要两个因素 我把它叫做因缘 缘就是大爆炸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说的无名一链 产生的二缘世界 说佛世界 它这个就是缘 它里面已经有所有的波 因呢就是谁在看 所以是两者结合 它才能成像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 我们知道 我们能控制的是哪一部分 自己的看 自己的解读 这个看已经不只是眼睛的看了 是知道 这一部分如果能控制到了 这个东西跟你呢 就会出现有缘无分 就哪怕 哪怕是一个夜报来了 你的一个缘来了 因为你的目光 你没有用小偶目光 换句话说 你没有用二缘目光 你用圣灵目光 圣灵目光的这个波 是宇宙中没有的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外缘 大家听过吗 它不是 就是那个最初的那个正宣波 它再怎么变化 也不可能是圣灵目光 因为圣灵目光 叫一缘目光 一缘目光是不分内外的 是没有彼此的 是无人像无我像的 在这样的区 这样的理解 这样的知见 这样的目光中 它不会和 宇宙中本来的那个正宣波 去发生一个助波效应 它发生不了 听得懂吗 这种发生不了 这个像它就呈现不出来 所以就是我们以前说的 为什么用一缘目光的人 它的命运就变了 奇迹克兰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时间的collapse 听过这个词吗 时间的压缩 其实这个压缩还不对 英文的原版 英文它用collapse collapse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波 一叠一叠以后 你把它两头拎的 就像拎的两头一合中间的合饼 知道吗 collapse的意思就是那个手风琴 大家见过吗 手风琴合起来 中间什么都没了 这个叫collapse 所以奇迹克兰说 当你用真宽数 用圣灵目光的时候 你的剧本在collapse 在collapse collapse就是我们说的两个波的 它抵消了 没了 这一块是这么一个波 另一个波 圣灵的那个一元目光 那个波跟它抵消了 它两个相碰 产生的是回归那个 回归什么 回归没有波的那个状态 这个奇迹克兰用了一个词 叫undo 大家可能经常听这个词 undo到底是什么 undo就是撤消了 取消 那它本来是个波 你怎么取消它呢 你只能跟它相反 对不对 那么奇迹克兰 大家还记得吗 在名词解释的时候 它告诉我们圣灵是什么 圣灵就是 它对圣灵的定义就一句话 小我的一切想法 大家还记得吗 圣灵就是小我的想法 所以它说在天国里面没有圣灵 因为天国里面没有小我 因为有了小我才有圣灵 圣灵就是小我的undo 小我是undo 就是有为 圣灵叫undo 也可以发音成无为 所以当我们用无为心 去生活的时候 怎么了 这个剧本就崩溃了 好 这个就是大概理论就是这个 接下来我们看视频 这几个视频 它包含了最新的 从传统的双重实验 到最新的量子擦弦 这个量子延迟 大家会有一点点骚脑 所以我放在早上一开始 让大家还没睡觉之前 这个东西听懂会受益 听不懂就大家看动画片 但我会尽量给大家解释 哦 这个休眠 好 大家没睡着 我的电脑签睡着了 我一边放一边给大家讲解啊 好 谢谢带老师 好 谢谢 好 大家听到没声音 为什么没声音呢 因为我要让大家听我的声音 好 我们首先看的是 来理解传统的量子试验 就是双凤干涩 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启示 这个试验呢 是上个世纪初就有了 基本上学工科的人 大学有门课 叫大学物理都必学 这个试验 我在大学一年级就做过 是要求是必修课 人人都要做 但做完后老师没跟我们讲 这个试验意味着什么 只让我们做 好 这个试验原理很简单 他就说 我们假设呢 我们先做一个试验 背后有个黑板 看到没有 这个黑板 我们把它叫做屏幕 或者把它 在这个世界我们把它叫做时空 就是成像的这个平台 那么有一个缝 前面有个胆板 这个胆板把它叫做过滤器 大家听懂吗 然后里面有一条缝 现在我们在 我们肉眼能看得到的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拿很微小的小担子 一粒一粒的打 你现在你打这个 我们现在什么呢 打沙子吧 我们做个机器 把这个沙粒一颗一颗的 朝这个机器打出去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沙粒呢 它碰到黑板 就会留下一个痕迹 对不对 好 大家看到 打出去 被弹回来的就没了 对不对 要是刚好穿过这个缝 就会打到这个黑板上 对不对 黑板是不是会形成这种极小颗粒状组成的 树的一条痕迹 这个东西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想象观察完全一样 对不对 但这个里面大家发现有一个什么 因为这个是宏观试验 什么叫宏观 宏观 微观的定义 用谁来定义 多大算宏观 多小算微观 大家知道吗 我刚才说了 沙子 是什么 宏观 对不对 如果我用面粉来打 它是宏观吗 聪明 仍然是宏观 宏观和微观 取决一 你能不能看到 听懂了吧 根本不是 这个标准 科学家一直在找宏观微观的灵界点是什么 就是你看得到吗 又你看得到你就知道 对吧 你知道了 换句话说 它已经 我们的知道就是我们的看 对不对 已经驻波产生 也就是说这个 你不管打出这个威力有多小 只要你知道你打出的是什么 你能看得见 你能观察 你能观察得到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物 所谓物就是驻波 听懂了吧 就是它就是像 像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是你看到的样子 它不再是波 听懂吗 所以当它不是波的时候 它就是物质 对不对 物质其实也是波 但这个时候你把它看成波了 你把它看成物质了 它按照物质规律运行 按照物质规律运行 效果就是这个 现在还是在宏观世界 我们放两条 放两条 放两条大家看到效果了吧 是不是很正常 对不对 它会经过两个缝 在黑板上形成两条 什么 痕迹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们还在宏观试验 我们再来 我们这个时候发射的不是粒子 不是面粉 不是沙子 我们发射一个波 这个波比如说水 水就是你看不看它都是波 不会因为你看它变成粒子 对不对 好 我们在宏观上 我们打出一个波 这个波经过一条缝 它从缝这个地方 会产生一个新的波源 对不对 这个新的波源 就会打到黑板上 这个时候打到呢 它就没有粒子那么干净 对不对 它会形成什么 中间特别亮 周围渐渐淡的这么一个痕迹 中间为什么特别亮呢 因为它能量最足嘛 边上它不是斜的打的 对不对 能量就稍微弱一点 这个是一条波的痕迹 那这个是不是也在理解的范围内 没有问题啊 好 现在呢我们放两条缝 同样还是打出一个波 好 波经过两条缝 大家看到没有 它产生了两个波源 对不对 两个波源 波和波之间是不是就会干涩 就会碰在一起 对不对 粒子和粒子不好碰 对不对 因为它不能分身 波是不是可以 面积比较大 它就碰 碰在一起呢 它相碰的地方呢 就出现两种效应 一种呢是相互抵消 就没了 一种是相互加强 而且这个其实它是助波 为什么是助波呢 因为这两个波 是不是来自同一个波 它是不是具备 我刚才说的 频率一样 位移一样 正幅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个波分成了两个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产生助波 助波就是它 它打亮点的地方就是会加强 这个波只要持续不断 打亮点的地方 就会形成助波 我们现在呢 因为波不好观察 我们就在屏幕上观察它 屏幕叫什么 屏幕就是一个截取 就是你看个东西你不好 整体看 我放个东西 我拉一刀吧 我截取看它的效果 这个可不可以 所以屏幕就是截取 截取以后 我们看到的效应就是这样 我把它叫做斑马条纹 看到吗 一条一条的 这个只有波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不对 因为波它它产生两个波源 每个波相交 两个波一碰在一起 就会出现无数的助波点 对不对 这个助波点在屏幕上 大家就看到一条一条的 好 目前为止 大家都跟着上吧 好 接下来开始骚牢了 好 那么有个总结 就是我们发射粒子流 就是它具有物质 也就是它是有限的 有颗粒的 经过双缝的效果 和发射波 也就是无限的 它的效果是很容易区别的 对不对 物质 这个粒子流 是两条杆 波是什么 斑马线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粒子流 两条线 波 斑马线 这个大家牢牢记住这个 只要看到斑马线 你打出的东西是什么 无限的 对不对 又是波 只要是两条杆 它是什么 就是粒子 好 现在我们进入微观世界 你看它把它整个东西缩缩缩小了 所谓微观 我刚才解释了 就是你只要肉眼看不到就行 好 它打出了量子 量子是什么 量子是科学家能测到的最微小的物质颗粒 所以它的属性应该跟蛋子差不多 你不能说它小 它就不是物质 对不对 所以你别欺负我小 我小我也是颗粒 好 现在我们犯一条缝 你看它打出了这个 看到这个东西很微细的 吸到密密麻麻的 对不对 打到屏幕上 大家看到屏幕上 是不是密密麻麻的小点 是不是跟打出那个小点